你给它做了个圆头是吧 感觉这个圆头做的不太圆 这些线条都没有做连接了 我和这儿 这儿都是这样的 圆头一定是要圆的 是要圆 从各个位置看 肚带是圆形的 明白吗 我觉得这是骨的耳朵有点乌乱事 可以给它剪短点吗 像这种大圆头 像它毛量这么丰满 我们的耳朵完全可以做短点 做的圆润一些 这些耳朵做出来就有参照 更好就可以去做短 我们带这大概像一个耳朵给它定一个长 挺好 这个长短以后我们再去做这个头 这个头首先下巴 我们现在不能给它做得比平整一些 平整一些 头和两侧的角度要往上收 不能让它是一个很平的 就直线的下巴 要与侧面连接 但是你没有收上去这个位置 啊 鼻上方要做一个稳整的弧度 用对称右侧要偏大一些 我们要看好圆头做对称也很重要 对称是我们能用眼睛看出来了 站在鼻头的位置啊 左右的去看 大小去给它做调整 看头顶的线条也是要做好连接啊 包括头顶的高度 把头顶的位置做得圆着一些 不要让它肯尖 然后连接左侧 右侧 你已经处理好额段 然后已经处理好臂竿上方 那为啥它的眼睛感觉还是藏在里面呀 知道为什么吗 对 东盖眼角 你到凹陷的位置的 细修都没有做到 包园都没有做到 没来完 这个是剪圆头 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 好 好 这为什么你一定要 走 包园 然后再去加碗 捞个耳朵 然后跳好毛 这个做成一个圆球形状 然后就是把上海 就做一些细修 然后给周围的一些砸毛呀 肥毛呀 做干净就行了